HELLO 大家好 我是作家META 同事也是佛氏主持的孫女 那么在廉价的时候呢 就是大家 我好奇哦 就是想要问问看大家就是 觉得今天的收音状况如何呢 就是有没有就是 收音品质有比较改善呢 是这样的 就是说在今天之前呢 因为META开始经营Podcast嘛 然后就是有跟这个领域的大声交流 因为可能虽然META在FB有栏勾勾勾 但是我也必须要说 其实我在其他很多平台 根本都是小废物 应该是说菜比巴巴 因为其实META主要也没有特别想要 说实话就是说 这个领域就是兴趣这样 然后我就还蛮谢谢 就是Podcast的很多朋友大神们啊 就是就有交流 那其中有一个部分呢 就是他们在群组里面就有提到说 其实我是可以做音箱的这个部分 因为其实就是有一些朋友就是有跟我讲说 META你的内容很好 但是你的气音太重啊 那个录音的品质不太OK啊 就是其实我最近我还蛮谢谢就是说很多人透过不一样的方式 尤其他们没有自觉 但是我觉得过多过少就是就会我的感觉是好像这条路上就是有天使一直在默默的指引我前进 因为我觉得也OK反正就是这样子啊 然后反正就是今天我想要讲的是说呢 因为其实很多人就会问我说 META那个怎么经营自媒体啊 然后就是怎么做 那因为其实就是我自己像我现在因为就是现在哪里也不能去嘛 然后我觉得就是说啊刚好就写书啊 然后顺便把之前呢就是答应大家要做创作的就刚好做完 那所以其实我现在其实是在就是我同时就是刚好就是适合的剪片师有出现了 所以其实就是我有在经营频道 那很多人其实会问我说如果是除了Podcast之外嘛 那就是YouTube频道啊就是有没有特别推荐谁 那我想讲一下就是说 我觉得可以参考就是韩国第一YouTuber之神的人气自媒体knowhow 那这个其实就是说他其实是拥有一百七十万的订阅者 然后绰号叫大图书馆 那刘洞泉将他过去八年所学所误全面接咯 从内容计划然后到广告收益 从职业心态到实战指南 最完整的艺人媒体啊操作全攻略这样子 那大图书馆其实是从游戏当中获得灵感 就是说意思就是说用简单又有趣的方式介绍世界上的各种知识 那其实我觉得刘洞泉他会成功比较特别的是呢 其实我看到他这一段的时候我还蛮有共鸣 我晚一点讲就是他有提到说他没有华丽的学经历 甚至他还没有大学毕业哦 然后经过几年平凡的职场生活之后 他30岁的时候他经营YouTube 哇因为Meta也刚好分散嘛 突然间觉得有被感动到 然后以才华和真诚机制和口才成为人气王 然后他后来就是自己除了是创作者同时也开了就是一家公司这样 其实后来我在书中看到是他还有开博习班啦 那所以如果你今天你好奇的是说 啊如何年收入突破千万 他这个千万是韩元吗 如果千万韩元的话其实还好耶 但是韩国上市三天预购三千本 三千本各位知道是什么概念吗 因为像Meta的第一本说自媒体版本获利法则 我我手刷就是快三千本 哦我大概花了一个月吧 他等于说他是我十分之一天内就卖完 然后同时他有进两百万的粉丝订阅 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今天不论你要进行自媒体 还是就是 呃应该是怎么说就是在 如果你今天在博客来哦你搜寻 第一本大概就是我的书啦 就是自媒体版本获利法则 可是我必须要说 当你今天你自媒体经营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 其实你想要在晋级 很多时候我都会推荐 就是这一本书 那为什么Meta不推荐台湾呢 其实我也是台湾认识很多创作者 但是因为大家都认识我 我就不好意思说 如果只推荐其中一个 然后我其他朋友就会跟我marmor说 你为什么只推荐他不推荐我 是因为我不是你的VVIP吗 知道吗 好啦 然后我这边先讲一下就是 我觉得其实在46 这一本书的46页里面他有提到一件事 他说钱哦这种东西很奇怪 如果你想用力抓你就会抓不到 但是你不抓反而就容易被握在手里 但是谁会讨厌钱呢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他就他其实是说 如果你今天你想要赚钱的话 那你是很难成功的 因为对祭祀不感兴趣 只想要吃贡桌上的食品 又怎么可能完成祭祀呢 神明也会感受到 那所以他会说自媒体跟创业不太一样 你只要投资你一个月薪水的一成 就很像我之前不离职创业的概念一样 就是说你每年投入100个小时以上 或者是说你整年工作时数的一成 大概100到200小时尝试新的东西 事实上呢就是这10年来啊 其实 事实上这10年来 其实就是说我其实都是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我从2011年 就是快10年啊 2011年然后我其实就是 我每年 我会投入一个新的平台 然后呢就是会去尝试一件事情 那有的当然可能就是 做到最后就有兴趣嘛 那你就会 就会 就是会逐渐的去做 比如说像我当初FB 我只是想说我每天要一篇废 我即使一句话也好 就是要内化分享我内心的感受 基本上就是我就是把FB当成Twitter用 因为台湾那时候蛮少人用Twitter的 用Twitter的都是我乖的朋友 结果后来我没有想到说就是 越来越写的有兴趣 然后真的在分享超过1000年一夜之后 就拿到蓝勾勾 那一样的道理就是说 我PowerCast的其实我Youtube算是 这个作者他是Youtube很擅长嘛 那我自己反而是就是说 可能因为Youtube我觉得真的是有够麻烦 就你要请电视啊 然后你可能还要上镜头啊 然后就是你还要 嗯就是 我觉得Youtube跟PowerCast的相比的话 PowerCast的其实是对我来讲是我比较喜欢的 因为他跟 FB 就是他有点类似说 他其实甚至就是 其实我觉得我太晚了 应该是说我觉得去年如果时间再重来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是去年啊 应该要更长分享PowerCast 为什么 因为 应该是这么说 就是我觉得 PowerCast很像那个FB的废文 就是会让我很自在 可以很自在很开心快乐分享 然后我不用化妆 然后我不用一一点名 就是我可以像在分享FB的时候 的那样做自己 可是我FB直播 或者是说我在Youtube上的话 还是真的就是要考虑很多事情喔 就是 就是 这边只是题外话啦 所以总而言之呢 就是 这本书呢 其实 他有提到很多概念我都很认同 比如说 如果你今天要辞职还是创业 那么答案是多职人 就是N-Jarber 就有点类似说 我们现在很常讲的斜杠啊 然后或者是跨界这样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说呢 这个 这个罗洞选喔 他让我觉得 很认同地方就是说 除了就是我之前我书里面有提过嘛 如果你今天是以赚业为目的的创作 就很像这个书我作者所提到说 就是你只想吃贡品的去拜拜 那你 祖先一定会感受到你不是真心的啊 那你会完成祭祀的过程 那一样的道理就是 这个其实 我之前在上另外一个 就是应该现在已经快十万粉丝的Youtuber吧 就是MULA M观点 其实之前呢 就是我在节目上也有分享过类似的概念 不过有被他吐槽 因为就是MULA哥哥呢 都很爱diss我 好我讲一下就是 我之前有在M观点频道我有提到说 其实我不太看其他一人创作者的直播 说实话真的是 因为如果我看到自己喜欢的创作者 会不自觉的学习那个人的说话 或者是风格 这个其实是蛮危险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说 就是其实不只 就是我在受采访或者是我上一些频道的时候 不只一位跟我讲过说 META你很特别 你的风格会让人家印象深刻 我觉得某部分来说是因为 我就是一个测头测尾的边缘人吧 就是说实话其实 嗯 类似的观点就是 因为我有另外一个Youtuber员工 然后他就是专门专攻游戏为主 今天他来讲他说一整年不出门 在家里打电动还是可以破八万的那种 神奇灾难 然后呢他就曾经跟我murmur过 也不能说murmur 就是他就其实曾经跟我说过说 META你知道吗 我最佩服你的地方是不管外界发生再多事情 但是 我只要看到你的自媒体 或者是我只要到你的反面 或者是我就 OK 你还没理听你的podcast了 你好像永远都不会被影响 你在你的世界里面 继续默默的创作者这样子 那其实他这里有提到就是说呢 他这边他有提到的是 就是 如果你今天还在上班的话 那周末两天 仅仅两天的魔法 只要开始就一定可以做什么 然后他那个时候他说 其实他一个礼拜只做五集 然后晚上十一点进行到凌晨三四点 就是假日的时候 然后就是六日的时候会这样的创作 然后每日每夜创作 然后一到五就是正常上班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部分啊 例行公司就是提供给你参考 所以他其实建议 艺人媒体的例行工作是这样 就是一个礼拜剪辑两部分钟的影片 然后呢 然后逐一上传 然后平常的时候呢 就是想要什么点子都记一下 然后周末的时候可以完成这样 然后他说其实就是说 大概如果你日做五分钟的影片 大概需要一个小时的准备 跟一个小时的拍摄在礼拜六进行 礼拜天剪辑 然后呢就是平常日上传这样 我觉得他这个很中肯 而且事实上我有几个YouTuber 真的都是采用他的这种制作的方式 这样子 那Meta呢 其实说实话我并没有 我这边先讲 因为我目前的YouTube订阅也没有很多人啦 但是我觉得只要就是有破签 然后可以开放大家就是订阅 就是他们其实现在YouTube也有订阅 就是比如说你每个月刷卡几十块啊 然后就可以定期的刷卡付费 那我觉得有开通的我觉得就好 就我还蛮随远的 然后我自己也很认同就是说 就是我有提到就是说 其实那个直播教模 他自己也知道说这是他的问题 就是他会忍不住的想要去看别人在做手 那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 他嫌疑自己可能不太对自己没什么信心吧 尤其他可能其实 因为如果你今天你是很专注在创造自己世界的人的时候 其实你真的会忘掉世界 因为那是你真的想要打到世界 那打造自己的世界的话 其实没有比较的 不过我觉得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 或许过一段时间之后 直播教模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意思哦 那另外他有提到说呢 其实像他有提到说呢 其实如果有小朋友的人 制作内容才是培养孩子们 企划与创意最好的能力 而且他也在书中呢 其实他有提到说就是YouTube 他正在取代电视的状况 以及相关的数据哦 那这本书呢 其实是跟我的书呢 其实是同年出版 他是1月出版的 那我的书呢 其实是4月的时候 4月的时候出版的 所以呢就是META是真的 因为时间差不多有关系哦 所以其实就是说各位可以知道说META 其实并没有超 并没有就是也没有参考完他的书 但是我 因为我现在是写完这本书之后 我后来才看的嘛 那我后来就看了之后 就突然发现说 哦!真的好多概念都一模一样哦 果然英雄所见REAL TURES 就是一男一女啊 我是 他是公的我是母的 欸我在说什么 然后另外我也想讲一下就是说 世界上没有无用的事情 讲到这我真的感触很深 因为有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在人生某些阶段的时候 你后来回想起来 你会觉得说 好像那一段时间被停滞了 但是问题是 我们真的那一段时间被停滞了吗 其实我不这么觉得欸 就是我反而会觉得说 就是我这样讲好 比如说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不是那个时候很哀怨吗 我说哇 我觉得因为我爸妈的关系 然后我那时候就帮助我爸妈 照顾八经绅士症跟八经绅士症的奶奶 然后我觉得我10到20岁的时候 是没有童年的 我曾经觉得那一段时间是没有意义的 可是难道真的是如此吗 我后来并不觉得如此 因为后来比如说我可能像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你如果曾经真的有经历过一些磨难的时候 后来你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就觉得那根本是小事情 就不会影响到你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比如说有些人说 那Meta你为什么 在经历被酸民讨厌啊 什么什么那些的时候 其实你不太在意 或者是说你有自己的世界之类的 然后你不会被外在的世界所影响 那我觉得跟我的通念 就是10到20岁没有通念 然后长照奶奶的这个过程有关 然后也因为这一段过程会让我去思考 说我现在做的事情 是我真心想要做吗 就是因为 我觉得也是因为长照的那个经验 让我去理解到说 其实人生是很无常的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是尽可能的就是把时间都 就是用在真心想要做的事情上面 这是我最想最想做的事情 那再来还有就是他里面有提到说 帮别人打电动的过程 其实帮别人打电动也是后来 彭哥他其实在天堂上赚了几十万以后 我才心觉到说天堂有些市场真的很多 你想象不到的事情都可以赚钱 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帮人家带打电动 那另外还有呢就是 他有提到就是说他曾经有两年 看起来是米虫的生活 那我想说就是 我这边感触很深的是说我想现在应该 很多人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要被迫休息 然后待在家 可是我觉得这是好事 因为我觉得说你可以去思考看看 你之前到底为了什么忙 有必要真的那么忙吗 然后就是甚至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参考这本书 或是Meta所分享的其他本书 然后去思考说现在的时候呢 你可以为自己做一些什么 然后我也希望说我的Podcast啊 我的书籍啊 然后我的音频啊 可以成为这一段路上可能需要转换跑道 或是调整生活的你 陪伴你持续前进这样子 然后如果你之后有觉得有需要 也都可以来那个MetaClub玩 反正是终身子的嘛 然后他就是他有做过那个免费分送游戏攻略集 然后我就好笑 因为我曾经人生当中有做过 类似这种无疑的事情 就是那个时候我10到20岁嘛 然后我那时候我不是书里面 还是之前Podcast 我有提到说 我其实在高中之前就是我那时候做类似的事情 就是说我在雅虎奇摩之字家回答到我差一个等级 就已经到大师级 就是7级是最高级嘛 那我就是第6级知道 那其实那个时候我很能理解就是说 像就是这个作者罗洞玄 就是他就是我们会做一些 短时间没有赚钱 但是我们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情 那罗洞玄可能是因为他当民从的时候 他会想要做一些 所以好即使我没有工作或是什么 但是我还是想要就是做一些对周招人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他做免费分送游戏攻略集 然后每次做米虫身份 然后一天看3到4集录影带 然后打电动 甚至做广播节目主持人 那其实我想要讲的是说 就是我那个时候我会 就是雅虎奇摩之字家就是免 就是算是很热衷的去练等喔 实际上是因为那时候我真的 我我觉得说照顾奶奶让我压力太大了 就是因为我晚上不能好睡觉嘛 然后我又必须 我又没有补习 又不能够 就是下课的时候我又 没办法跟同学他们去买乳味啊 蒸奶啊去补习啦 迪赛啊 然后就很闷 然后但是我又想要跟别人有连结 我也想要做一些可能 我觉得后来其实我发现我在做很多事情是 我觉得我想要透过去 也许去帮助别人 也许是 就简单来说哪怕今天你无所有 你还是可以给别人一些东西 就是我前面我书里面我第二本书 你很多的财布师 物质上没有 但是至少以知识上 或者是说比如说我今天录了Podcast 他可以成为五位师 就是说陪伴你转职的过程当中 或许 或许就是说可以 可以陪伴你这样子 就是其实我在 我觉得我跟这本书最有趣的缘分是 除了我们是童年出版之外 然后我在写完之后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欸对 而且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因为罗洞玄他的那个 YouTuber收益是比我更多的嘛 就是自媒体 因为我百万嘛 那罗洞玄他是千万嘛 他就是比我更会赚 所以他其实在讲的一些事情的角度 我就觉得说 他很像是我的自媒体百万获利法则的2.0版本 所以只要有朋友问我都会说 好那如果你已经赚了百万以上 你想要千万 那请你看这本书 那另外还有他还有提到说 如果你本身呢就是 是家庭主妇 可以讲的可就多了 持家啊烹饪啊 育婴教育健康理财不动产啊 购物很多很多 所以就是不要小看你自己是妈妈的身份 然后我也很认同就是说 没有吃饭不能活 但是只吃饭也不能活啊 因为人又不是动物 人之所以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会思考嘛 那他还有提到说 他其实是比较会建议说要建立个人品牌 因为他自己是走那个IP的路线 而且我也很认同就是他有提到说 一定要做你喜欢擅长的领域活动 就撑不久 这件事情我超有感触的 就像我之前的Podcast我有提到 就《怀柔世界神经》那本我有提到嘛 就是因为我当初09年去《怀柔世界》的时候 回来我没有想到说意外的被媒体看到 然后就是上了一些通告啊 上了一些各大报章媒体 可能有一点点影响力啊 maybe maybe 但是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玩 就是那种感觉很妙 就是说你说哈了你大学的存款 然后去做一件送给自己的成年礼 但是其实你也没有想要红 你也没有想要出名声获利 但是演讲邀约就一直来 然后那时候自己也还单身 你回到家的时候就会觉得说 奇怪啊就是你知道something wrong 你知道你不是真的很快乐 就是外在的人觉得说 你好像有一点点小成绩 有点工程名就 甚至有些人会羡慕你的生活 就是你的玩就是工作 但是你自己知道说你很慌 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 也许我转到现在 到现在的这个领域的转型 可能有些人还是会觉得说 我之前的环游世界那种旅游 旅游部落客生活比较爽 可是我必须要说我现在比较开心踏实 而且我很认同 就是他有提到说呢就是 艺人创作者不是从某人获取金钱 然后交付内容 而是自己主动做出内容的人 手头上进行的事情不是谁指示的 而是因为自己喜欢才做的事情 所以就是他有提到说比如说春上春树 在过去35年每天都写五个小时以上的稿子 然后每天呢就是跑马拉松 我真的超佩服他 难怪他可以成为世界级的作家 就是他提到说我相信任何一种才能喔 更相信傲弟跟诚恳踏实的力量 其实我想要讲的是我真的还蛮认同的耶 就很像就是说我FV在拿到蓝狗狗之前 我天天发废文耶 因为我就是很喜欢做这件事情 很喜欢分享我发现什么 然后我就很喜欢分享什么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是这样 然后 然后就是说 当然很多人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我都很爱发废文 那你就不要看啦 因为每个人经营风格不一样嘛 然后当然还有就是在160页里面 就是他有提到说要特别注意著作权的问题 比如说最近呢文学圈 我是边缘人啦 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也有引爆就是若以君老师 跟刘子 就是他的学生刘姓女同学的事情 那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网路查一下 这样子 他还有他有提到说沟通的时候 要 要 就是要真诚 然后其实他有提到说 年龄差距有时候代勾 并不意味着无法沟通 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有时候 代勾真的很累耶 就是看状况啦 我自己目前是还没 有些我觉得如果太吃力的话 我没觉得 我可能就会直接放弃 那另外他有提到说最重要的是跟观众沟通 这我还蛮认同的 这我还蛮认同的 所以就是我自己都会 比如说就像书里面我提到 我会问 或者是说想要来Meta Club玩 然后订阅我终身服务的人 我也都会问说 那你怎么会想定啊 就是像书里面有问题 我真的每一个都会问 如果我有空 然后他有提到说 请跟粉丝们维持距离 就有点 有点类似是说 有点类似是说 就是 他有提到是说 这个 特别是女生啊 就有些女生可能会 他有提到说 试图跟粉丝有性方面的接触 这个我觉得 不太OK 我觉得应该是说 语言说不太OK 是因为我觉得蛮 麻烦的 蛮麻烦的 就是 怎么说很麻烦呢 就是 嗯 我这样讲好了 就是我后来 其实我会选择 刻意选择 不认识我的彭哥 我必须要说彭哥 当初跟我会认识泡马老师 而且他真的 不知道说我是谁 可是那时候 在社团简介的时候呢 其实他又觉得说 喔这女生好酷喔 他有去过沙拉拉沙漠 然后 所以后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他也才知道说 原来我是在这个领域这么有名的人 说自己很有名 有点害羞 有一些些影响力啦 然后所以 其实可是我必须要说 其实我还蛮喜欢这样的 因为如果说我今天是跟我的粉丝 或者是对我有比较崇拜 或者是迷恋想法的人交往的话 我觉得会很累 因为你必须要在他面前 会持一定的形象 所以提供给各位参考啦 我自己是不会想要跟粉丝谈恋爱 或者是有其他的 的 约会还是什么之类的 就提供给大家参考 而且 再说一件事情啦 就是 因为像Meta就是长得丑 四海街朋友啊 所以有 其实我也很少遇到这种性骚扰 或者是跟性相关的 我觉得这也是我跟一些颜值高的主播 或者是很漂亮的那种KOL的差异 或者也可以说是优势吧 因为至少我可以很放心的 接触我的男性的读者 或者是 或者是可能VVIP什么 他们其实是会 比起我的外在 他们其实更看重的是我内在 因为我没外在嘛 就是长着头四海街朋友 真的值得很谢谢爸妈 然后最后我想讲一下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很多 我其实觉得我讲一个小说我都讲不完 但是呢 真的是含金量很高 有Meta这本书是百万嘛 那就是获利百万对不对 那因为就是那个罗洞选的这本书 就是是千万嘛 获利千万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再让自己的收入三级条 你真的可以 就是Meta的书是入门 但是这本书就是学长书 那最后我想讲一下 就是说他有提到说 就是艺人媒体的新手村呢 先讨战剪辑 而不是直播 如果进行直播也不要太依赖 搭上 那我先讲一下我可能因为 我以前当过广播节目主持人 所以而且我是有开那种call in的喔 我是开live的 我在就是刚上手没多久一个月内吧 就是开那种就是call in节目这样子 然后我还真的有粉丝 我觉得这可能跟人格特质有关系 所以其实我自己是 我反而是就是 YouTube是比较后来才浓 那其实一开始我被市场看到是FBO 蓝勾勾的时候 然后我就开始直播 也就是说我直播的经验是 2015年的时候我就开始直播了 所以呢 所以呢就是说我想要跟各位分享是 就是我很认同 当然跟这个作者讲到说 我一开始不用直播 可以先剪辑一片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啦 因为精心苏不如无输嘛 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适合直播 你先直播也无妨 但是我满认同罗洞选里面他所提到 就是说不要太依赖打赏或者是斗内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当初我FB 开始直播之后就有人说要斗内我 然后我就觉得说比起斗内 我更想要思考我如何对得起你的钱 我们一起做什么 所以这也是MetaClub订阅服务的开始 那刚好后来订阅服务的平台又有找我嘛 那所以我当然我就 就因缘忌讳 然后就就去了这样子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啦 所以就是说 嗯 这边我想要分享的是说 就像即使到今天啊 就是订阅服务他也不是我公司的 获利的主力啦 但是我也都是很欢迎说 今天听完之后想要跟我有一定连结 或者是目前 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合作效益 但是就想要跟我一定程度联系的人 那我都会说那你要不要来MetaClub玩 不然他是终身制的 而且他每年都会挑 就是挑涨变贵 所以呢 就是越早加入的人 其实是越划算 像现在第一年的人 就是有越来越增加趋势 呃 也不能说第一年有越来越增加趋势 就是说现在就是 因为我的订阅服务就变成终身制嘛 就是一次性的收费 然后呢 就是在前三年订阅的 他们其实就觉得说 天哪 那之前有订的真的是很超值很负心 好的 所以总而言之 就是这样 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那也希望这一集呢 对于大家的自媒体的制作啊 能够有帮助 反正我觉得这一本书就是自媒体版 然后获利法则的 虽然是学长书 就是进阶班 好 希望可以对大家有有所启发 因为很多人如果一开始没看我书 先看这个大图书馆 就是韩国第一YouTuber之神的人 有人亲自媒体know how 可能会觉得说天哪好遥远 所以建议各位可以先看完META书籍 然后再看到这一本书 然后你会觉得 然后我们都是黄色 黄色系痛掉的 好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是META 我爱你们 大家好 我是喜欢阅读与实作分享的META 欢迎大家呢 在影片下方多跟我留言互动 以及订阅小铃铛哦